如果说一家餐厅可以代表巴黎人的生活 那肯定有和平咖啡厅 一早我做个套出来吃早餐 怎么知道上去的铺铛居然没位 所以才来这间 今天不是特意来的 都顺便拍个日常的早餐给你们啦 和平咖啡馆带上于巴黎的Bellet Walk 就在巴黎各军院旁边 是一家很有历史意义的咖啡厅 它开业于1862年 服务所地属的和平酒店 在1975年的时候 被列为法国的历史古迹 今天来的时候是十点多 所以楼上很多地方都没有开放 我就拍了下这边的大厅 感觉是挺巴黎文青feel的 地板桌椅的墨绿主色调非常吸引我 在这里车子復古得来 又不会太浮夸太有压迫感 绿色还多了一点点牙的感觉 我自己又超喜欢啦 餐厅的柜子里还摆放一些饮器 卖一些自家的果酱小周边 发现可爱的小熊 今天天气好就坐着在外边 看看有什么吃先 有一些套餐 散点的面包水果和酸奶 今天就来一份最基础的 Petite Dijunet Bahi Sien 面包只要巧克力面包和牛角包可以选 我就选了一个croissant 任意就选了一杯cappuccino 看上还蛮普通的 不过配上这环境 真的很巴黎就对了 脆脆冰冰冰迎出来都好有感觉啊 这个牛角包不算是很脆的那种 在牛角包超级卷的巴黎 我感觉这里的味道就 嗯 一般般吧 不是我心中的top 我也不算是非常会喝咖啡的人 这个cappuccino也是中规中矩的感觉 这个早餐吃的并不是一种味道 而是一种情怀 如果你把它当成参观历史古迹来看 你肯定觉得非常值 因为你参与它历史的同时 它也参与着你的历史呢 最后今日消费 登登 今天又是大满足的一天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